五月天马莎去年五月生下龙丰胎 宝宝以星际大战主角取名 单身是入客 女生者叫丽雅 老婆Vicky也时常在网上分享两宝的日常 但27日Vicky发了长篇文 透露向来胃口很好的入客 真胆才吃了三口后就开始大哭抓饿 眼皮变得沉重 原以为儿子只是想睡觉 但五分钟后入客全身起红疹 Vicky见情势不对劲 紧急将儿子送医 文钟看得出他非常焦虑 因为入客连续发烧26小时 皮肤红肿又痒又腹泻 经过医师诊断才发现 原来平常不过的蛋 就是让入客过敏的主因 儿子没事后 Vicky用轻松的口气对入客喊话 希望你不会一辈子都对蛋过敏 你都还不知道蛋糕跟布丁有多好吃啊 还跟女儿道歉 一睡生日不会准备蛋糕 虽然Vicky以幽默的方式发文 不过还是有大批妈妈粉 感同身受的表示 辛苦爸爸妈妈了 也有人心疼留言 希望入客跟丽雅要健康长大 非凡娱乐这里报导